家人们好 今天分享一下寿司的家庭做法 寿司大约在西元 三世纪由中国沿海地方传至日本 原先只是以言腌制的咸鱼 后来改为米饭腌鱼 制成后将鱼与米饭一起食用 这集是现今寿司料理的前身 虽然寿司最早来自中国 却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 现在开始制作 先准备切成条的火腿肠、肉松 再来点切好的黄瓜条、胡萝卜条 还有酸萝卜条、煎好的鸡蛋条 黄瓜条和胡萝卜条用饮腌一下入底味 米饭中加入香油、寿司醋抓拌 愿意吃海苔的 可以加入一点海苔碎 翻拌均匀 将海苔磨上面朝上 光得一面再下 取180克米饭 放海苔上横向推开 用大拇指往前推 一定要记住 上面两指是不铺米饭的 铺好的米饭 手摸上去是平整的 在米饭的下面 三分之一处 挤上番茄酱 两面留两指宽 挤上沙拉酱 把肉中铺满 我们放上黄瓜条 放上寿司萝卜条 放上胡萝卜条 火腿肠 还有鸡蛋 大拇指提起卷粘 四个手指按住食材 向上拉、卷起 拉卷粘、卷起 拉卷粘、卷起 切的时候 一定要滑动的去切 我们的寿司卷就做好了 喜欢的请点赞 加关注 谢谢